延謀文具壓高零名號 三名四分手 環保處正修訂現有 《草陰管制條例》 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 諮詢文件提出四項建議 包括禁止店舖和相反 在公眾地方使用陽升器叫賣 設立定額罰款一萬元的機制 調整最高罰款 和付權當局要求有關人士提供資料 而提供執法效率和增加阻嚇性 以及放寬節日慶祝活動的操音規限 被慶祝活動可以在晚上十一點之後 適當地進行 立法會批發及零售家議員 自由黨的邵家輝 應用建議莫名其妙 他表示 明白個別相反在戶外地方 不控制聲量 隨意使用陽升器惹人反感 需要嚴肅地處理 當現行的法律 已經可以對違規人士罰款五千元 問題只是在於執法力度是否足夠 邵家輝認為 現時經濟仍然在復甦階段 政府都希望做回旺角市 要生意好 當然要大聲叫賣才有氣氛